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196.5升坛的一个半决赛 关键方式 珍宝阁 断断方式 2300万战神的紫禁城 我上午说的2200万 后来看了一下是2300万 那关键方直接上了一个五宝0 双盘4E武装再配合一个宙士博多家化身 一把鸟阵 那对面 四宝1 女儿武装 地骨化身 抱着一个三嫂大套 开了一把鹰阵 也是被关键方鸟阵 小克的5% 可以看到 宝格现在很难受 武装罐和宙士博多 以及磐斯都被对面宙士博多给打倒了 现在紫禁城的优势是无限大的 是无限大 而且三个点都有死亡状态 这个是无间地狱的大死亡 也就两个回合下 回合化身死就会吸走 这两个 这个还有四个 这个还有三个回合的小索 这个还有四个回合的小索 对面大唐现在是一个七层的建议 七层的建议 马上大唐就会成型 对面 两千多万战神 不白带啊 有东西的 继续换地厅 这比赛打到现在才有意思 前边磨意思 现在才有意思 本身我是上级也做了 我是打算分上下两部分做的 但上部分我做完以后就删掉了 没意思 下半部分 有意思 观战风换进术 反弹 拿捏不住 观战风这边的化身死 这是对战风最大的问题 更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三嫂大唐 你是一个四宝一 又是一个大唐官 当他没有十一层建议的时候 对战风是毫无清场能力 你清场只能靠地厅 但比赛刚刚打了22个回合 也就是说 每个人仅仅是得到过两次零元 就是八回合十六回合 得到过两次零元 你就出地厅的话 你手里没东西 加不出战敌 你出地厅 也没有用啊 对吧 你手里得有零元 你出地厅效果才好 当你没有零元的时候 出地厅也是白给 没有任何的作用 对面三嫂大唐还没有成型 他并没有能力 去清这个场 这个时候队长方抓紧时间 赶紧换地厅 因为马上就到24回合 马上就到24回合 有一点崭新的零元 可以给到大家的脑袋上 那那个时候 对面就又可以用地厅来清场 但是观察方同时也出了一个地厅 同时也出了一个地厅 这场比赛对面女儿窜 目前来看 她是没有一速的 观察方武装怪 拿了个一速 女儿没一速 女儿变得也是大花卡 并将方武装变得也是大花卡 但队长方没一速 这个情况其实就很离谱 虽然鸟阵的速度加成 虽然鸟阵比阴阵多了5%的速度加成 但是 但是你是女儿窜 这点5%的速度加成 不足以让对面把一速丢掉 我只能说 双方只会属性调的 对面是调的有问题 观察方调的比较快 比较极致 对面通过工地厅 想压观察方这边的武装官 看一下能不能压死 你四宝一没一速 怎么打 那这个时候谁要发挥作用 就队长方的地府呀 队长方的地府就得发挥出他的作用 黄泉之息 你抓他 对吧 给女儿村卡一个回来回溯 黄泉之息抓一下武装 把武装官的速度给他抓下 再给女儿卡一个回来回溯 因为观察方是两个磐斯嘛 两个磐斯 你把这个回来回溯 吃一吃 磐斯每一回合会降低对面 两点的一个速度 对吧 现在已经25回合 前前后后也降低了50点的速度 这50点速度 相当于六段黑宝石 六段的黑宝石 那可以吃一个回来回溯 你把延长给武装官 队长方成功将观察方武装官击早在地 这个时候队长方再换出地 听横扫千军 大唐接着叠加自己的一个建议 现在已经是九层的建议了 距离十一层 近在支持 马上就要变身 超级赛亚人 其实这两场半决赛都不好做 我看了一下 观察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双盘斯一武装 配合化身加咒石 一个完完全全的五保零 那队长方上的是一个四保一 雪山呢 更离谱 雪山甚至连一个输出都没有上 另外一场就是雪山打渠斧 雪山上的是啥 一女儿一武装 双盘斯一化身死 四个封系一个化身死 那是雪山的证 他甚至连一个输出都不上 那好歹别人五保零 还带个众生普陀吧 雪山纯粹了 就四个封系一个化身死 就这两场比赛都不好做啊 你知道吧 就太离谱了 他们这阵容 因为我能理解啊 就是毕竟 曲腐也好 紫星辰也好 他们都是高战神 都是高战神 所以他们的对手 可能会 想稳一些 珍宝这边上的五保零 雪山那边 那是纯五保零 珍宝这个宙氏普陀 只能算是 4保 4.5保 0.5吧 好歹还有宙氏普陀呢 雪山 消瘦 就曲腐正常 曲腐上了个国标 哎呀 你别说这宝阁 这恢复能力是强啊 那刚才把观察方 打成那德性了 观察方愣是给恢复过来 要不二狗老说啊 只要化身四不倒地 宝阁就崩不了 但是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队长方大同官府的建议 慢慢叠加起来 但是你要知道 宙氏普陀配盘斯 这个组合 就这两个门派配合起来 天克大同官 就一个给静聊 一个五行法术 就天克大同 所以队长方也不容易 这场比赛也不好打 紫禁城对三嫂大同 那是情有独中 每一连五神坛 紫禁城都得把三嫂大同 拉出来溜一溜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嫂大同的风采 已经是十一层的建议了 稍后咱们就看 在高战神的加持之下 这个三嫂大同 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他现在已经成型了 成型以后 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能扫出多少的数据 这个才是咱们比较关系的问题 可以看到观众方武装怪 完全没防御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防御的武装怪 善恶随随便便拍过来 拍七千血 这就是观众方这边 抢速度的代价 就观众方笨着就是武装 我要跟你女儿村抢速度 他这个加点的方式 是非常的极致 善恶拍过来 就七千七千的拍 战离 再加上 观众方也要通过地厅 往前冲一冲了 两个地厅全部有这样的引起 观照万象 点孩子来 大唐现在给上了一个天地同兽 观众方还吓不到 只能先把魔镜孩子处理掉 也行吧 省了 省了 那另一个地厅 他不一定点着孩子去 但孩子 省了也白省 也飞了 对象方看出来 这武装没防御 就想扫武装 但是他起纸了 他起了个纸 你这就不太好搞了 观众方这个 也没有点着大唐去吓 这个宝宝 连省两次 最终还是被吓掉 对面女儿村倒地 女儿呢是没带法房吧 被砸了七千血 诶 不是化身寺 你带没带法房 被砸了五千七 好疼啊 这两个地厅 诶 观众方武装 换了个宝宝 再换地厅 地厅稀有 再换 地厅稀有 地厅稀有 拉起女儿村 女儿拉起武装 武装也换地厅 真的是地厅稀 对面这个速度 拿得太难受了 四宝一没意思 你抓他呀 你抓他速度呀 对吧 地府的作用得发挥出来 战敌加起 现在没时间抓了 前边其实 挺有时间 战敌加起 继续拼命 回林伯 做一下防守 观照万象 再瞪眼镜 女儿村 武装观先换地 女儿村问题不大 但是 还有一个 哎呦 这非得把我女儿村 给刮死呀 不是了吧 不是了吧 女儿村 女儿村没了 大堂差一点点 再来一下 大堂也没了 该轮到 对面难收 观察方 得防 对量防 此行 紫禁城 女儿村 是有此行的 封灵火山 继续恶暴 敢打天地 因为观照风 这边有宙师不夺 去守尸体 所以 还行 不但没那么重 对量风 起风 抢到一速 女儿一把 瓷杭 旧情武装 大堂关土 那后排的 化生死 以及地府 怎么办 两个残血 禁药 一个毛 一个小色海 再加一个火弹回溯 尽量 给刀 女儿村 观察方 再针对女儿村 宝阁这边 是没上 一个打蓝盘丝 两个 都是常规盘丝 没看见他抽蓝 也没看见他落 也没看见他 头龙转缝的 这个盘丝也没上过 落花成尼 这个盘丝 春已至万物死 这里也没上过 落花成尼 这个是个啥盘丝 这帮大堂扫不出来 有的是一层剑以后 不行了 所以观察方 这边 风系 太针对了 又时不时 去压制 他的一个尸体 后边 起了个天地 同时 观察方 一直在手势 大堂血线 也不够 还是一个 移速的问题 还是一个速度问题 这一连 女儿村 没移速的 太多了 女儿村 跟武装怪 抢不过速度的 太多了 当然 这主要是宝格 他对于自己武装 怪的这个加点方式 不一样 他给武装 加的确实 比较的极致 继续尽量 给大堂 一个一个压 对面地府 没宝宝了 化成尼也没宝宝了 前期队长虹 出了很多地厅 来冲刺的 就咱们刚刚切进来那块 对面是通过 很多地厅 来牵制观察方 所以宝宝消耗 比较的大 化成尼现在 就剩下场上 这一个 地府也就剩下场上 这一个宝宝 所以 这没宝宝这么大 观察方 也没什么 亲宝宝能力 说句实话 你拿个宙式 怎么金宝宝也不现实 对面是自己 把自己宝宝出光 盘司再换地厅 双盘司 全部换地厅 观察方也要 同样的操作 跟队长方 拼一拼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三个地厅 好 地厅 稀有 着急了 着急了 苗飞了一个 善报 两个地厅 两个 这边 宝宝给到对面的负担 也非常的重 崩天起 勾过去 能勾到 约千 九百多的血 这样令起 加上 相思寒针 打给 另外一个盘司 但另外一个盘司 选择了 出地厅 尺子扔给 一号位 战敌 加给 四号位 加给的是一号位 鸡蛋放在了 好几个篮子里 这应该是 砸大同官府 应该是 砸大同官府 但对战方 大同没有拉起来 所以下滑到一号位 宝宝身上 尺子 再扔 扔给 四号位 这就是一个心理博弈 你猜我 哪个加得多 哪个是 主力地厅 这好像就 加了一把 战敌啊 怎么秒过去 这么疼的呀 对面还给 关键方吃了个 地厅 吃了个尺子的 七百 四百 九百 五百 也难受 这玩意儿 能秒你个五六百 你就受不了 两个地厅下来 也能秒你 三四千的血量 对面 尿村 跑地 你就说一次 秒你五百 你算上法联法爆 我就当你秒了五次 一个地厅 算上法联法爆 就当你秒了五次 五次 一次五百 一个地厅 就能秒你两千五 两个地厅 秒你 五千血 你别说 这刮沙地厅 只要地厅多 这玩意儿也厉害 刮着刮着 你就没了 你看就这五百 五百的 两下 看一下这个 秒过去 七百 一下 孩子飞掉 偷龙转缝 果然有一个 打蓝盘四 又是一个七百 两下 又是一个七百 三下 五百 四下 一千七 无装被带走 那硬生生 就把你刮死了 就我这五百 七百 都把你刮死了 复仙诸斯 再进药 给到地府 进了地府 一个五龙 一个毛 还有一个啥的 这没看见 再进药 一个九转 再加一个毛 对面化身寺 现在没药了 化身寺 一个药也没药了 化身寺 手里总共五个药 五个药全被进了 这玩意儿 照谁说理 那对面大唐也废了 你别看他有战役了 有战役 也白给 没用 刚才说了 就紫禁城前期 打出的那个优势 那其实是个假优势 就跟大家分析过 首先你是一个 没成型的三嫂大堂 你没有任何的清场能力 你把关键方杀掉两个 杀掉三个 但是你清不了场 其次就是 我知道紫禁城地厅也很多 但是刚才是 那会儿刚好是二十回合 手里就有两点零圆 你前边通过大量的地厅 把关键方砸倒了三个人 然后你手里就没零圆了 你手里没零圆 出的一天也白出 你清不了场 那个优势是个假的 那是个假优势 是个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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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扫兼射 撤三扫大 委屈死了 伤害也不差 伤害是不差的 但是有了十一层剑意就扫过两次 就扫过两次 我记得二十九回合还是二十八回合 就有十一层剑意了 已经过去十五个回合了 他就扫了两次 就扫了两次 关长风这边手里还有林园 还有林园 还能接着出地铁 抽然 落花成尼在空地土 队长风又人去拉武装 这应该是没九转了 大唐就剩下一个药 化生死没有药 化生死的药被进光了 或者是说有九转的单位 他场上没宝宝 比如说女儿 比如说武装 这两个点可能手里是有九转 但是他们场上是没有宝宝 没办法去拉人 只能化生死去拉 这两个大哥赶紧出宝宝 出了宝宝以后 他们就可以用药去拉起人物单位了 武装官手里还有十四个药 姐妹童心 再抽化生死 不给你做恢复 蓝量也不够了 再让观战坊盘斯抽一抽 化生死就不用活血了 本身他那个活血啊 他耗蓝量就大 他耗蓝就高 你稍微给他抽一抽 他就活不出血了 他恢复就跟不上 对战坊赶紧 或他回溯卡起来 守着你三嫂大唐的一个尸体 要不是说三嫂大唐的 是真不好用 他保不住 这现在三嫂可难玩了 紫禁城上个月 三嫂大唐也没赢几次 这个月也一样 对面化身武装地区三个点 一个宝宝都没了 但场上还有一个 场上还有 三个点手里都没有宝宝 就是现在就 对面也是同样亲不了场 你光靠一个三嫂大唐 你亲不了场 但是你又出不来地厅了 你手里没宝宝你怎么亲了 可能对面大唐手里还有地厅 女儿估计也够呛了 女儿前妻也没少出地厅 估计也就剩大唐了 大唐手里是没药了 零 大唐零 药吃干 算了 算了 四宝一 两千三百万战神 玩四宝一 紫禁城打观念方这一套阵容 就一个东西 那就是国标 但是国标 面对宙师博多加盘斯 也不好打 你说212根本切不进来 观念方这套阵容 212根本切不进 只有国标可以打 但国标也不好打 只能说国标相较于其他阵容的话 还好点 但是依旧是被宙师博多加盘斯 所克制 本身这场比赛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宝格他抢一速的一个决心 他把武装罐速度调得这么快 防御都不要了 前妻对面善恶拍武装 上来就是七千 就七八千七八千的拍 不知道的 还以为武装起了天地统兽 他这个抢一速的决心太大了 进入垃圾时间 给大家加加速 彻底崩了 彻底崩了 那宝格这样的话 就进入今天晚上的决赛 另外一个对手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是曲斧还是雪山 咱们拭目以待 本身曲斧带的高战神 是来狙击紫禁城 没想到紫禁城 被宝格给狙击了 好家伙还没跑掉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记得帮忙点个关注 谢谢兄弟们 再使用 打不过呀 赛神员 诶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拜拜